哈喽,欢迎来到99TV苗知识,我是Joy 还记得我很久之前做过一期如果人类消失的假想 那今天想探讨的是,如果世界没有了电会怎么样呢? 我们假设的是,忽然间地球所有的电力消失,而不是单纯的停电 这两者是有些区别的,前者是连使用电池都不行 并且不可以用各类发电机 总之就是,只要用电的设备都无法使用 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的话,现代人类社会会发生什么呢? 在这种极端情况下,哪里才是最安全的呢? 假如某天早上醒来,你发现闹钟没有响 也听不到父亲每天避开的新闻节目,与母亲煮饭的声音 更重要的是,没有听到手机社交媒体的提示音 这会让人感到莫名的不安 这时你一定会拿起手机想看看时间 但是竟然发现手机无法开机 而手机上明明插着充电线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是停电了吗? 就像日本曾经拍的一部叫做《生存家族》的电影一般 这不是停电那么简单 而是整个世界都没有了电力 一开始大家只感觉是停电 并没有影响到大家的日常 因为人类有惯性 每天都会按照一个固定的方式生活 尽管发现生活中的一切已经改变 但是依然想克服困难维持以前的方式 没有了电当然是非常麻烦 如果是住在高层公寓 没有了电梯就是噩梦 可是如果连汽车也因为没有了电无法启动 捷运停驶 几乎整个交通网路瘫痪 是不是就更加崩溃了呢? 这时候可能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脚踏车 或者Skyboard Lowless Skates等作为交通工具 没有了电甚至洗衣煮饭都会受到影响 就连看似无关的天然气 由于一般天然气机费表于点火器都是用电的 所以很可能也会无法使用 没有了电就连自来水也会消失 因为水泵都是用电的 所以只能够买矿泉水 学生受到的影响虽然不大 但是由于没有了手机、游戏机 估计日子也会变得十分难熬 去到公司有可能连门都打不开 因为现在的城市大量依赖电力 所以即使爬十几层的楼梯去到公司 也发现什么都做不了 没有电脑、电话、打印机几乎无事可做 制作业虽然在没有电的情况下 可能可以保持部分产能 但是没有了手机的讯息传递 与交通运输同样也无法经营 唯一可能可以继续营业的估计只有零售业了 不过要有排长堆的准备 因为所有的credit card、电子支付都无法使用 而且要用算盘计算价格后收取现金 当然对习惯了不用现金的现代人来说 提取现金也变成了十分困难的事 而且银行一定会限制每人提取的上限 如果这时没有充足现金的人 将会感到焦虑与绝望 不过再过一两个星期 情况就会发生逆转 进入了下一个阶段 很快supermarket的食物、水、卫生纸都会售沁 就像这次的新冠疫情 大家都纷纷抢购卫生纸的情形 而最令人不解的是 一直以秩序著称的日本竟然也抢卫生纸 他也明明家里很多都是免治马桶 就算没有卫生纸应该也可以遵就一下 但是事实上日本人是最浪费卫生纸的国家 所以在惯性下一定会抢购 何况如果是完全没电的情况 那些免治马桶也都派不上入场了吧 而supermarket又没有货车可以运输货品 因为现代化的城市 连锁商店的仓库都是集中管理 一般都会设在比较远离市区的位置 所以很难捕获 即使直接在仓库买 由于宣传困难 人们没有了汽车也无法大量购买 这样就会迎来一轮涨价潮 一只矿泉水可以涨到天价 随着人们逐渐意识到 钱似乎已经没有价值后 就会开始进入乙物换物的阶段 而且大部分会限制食物或饮用水交换 像劳力士 宝石捷 LV这些奢侈品 很少人会感兴趣 可能到时候名车 还没有一辆破烂的脚踏车有价值 而随着时间的过去 人们的惯性终于开始改变 大家纷纷要离开城市 因为失去了现代化的城市 会变成一个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当城市中的食物消耗完 一些养殖场 水库 甚至动物园里的海产类都被吃关后 城市将会是一个没有水与食物的死城 这时人类就会大量返回乡村生活 那里才是真正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 在大家没有了通讯之后 多数会主要以家庭为单位聚集在一起 逃离城市的人们 不管是步行还是骑车 都很有可能在路上把食物与水消耗殆尽 还有可能被人偷走 就像电影中 逃难的一家人在晚上休息的时候 被人偷走了一瓶水 但是当他的儿子追上时发现 偷水的人也是为了帮自己出世不久的婴儿充奶 物资越来越少 电影中的父亲甚至想到撞木取火 但是这并不容易 没有训练过的人很难成功 就像我们之前的影片 末日的求生法则中讲过的 人要在野外生存并没有那么容易 就连最简单的饮用水都会变成难题 直接饮用河水 对于我们在都市长大的人很可能导致疾病 在没有意料的前提下 一场病很有可能夺走人的生命 所以要了解如何将水消毒是非常重要的 一般最常用的消毒方法就是将水煮沸 当然这要用到火 还有方法就是将河水放入透明的瓶子中 然后平放在户外 用阳光中的紫外线消毒 如果水温达到50度 就有很强的灭菌作用 而如果你正身处supermarket 而饮用水又受庆的话 其实可以去购买电池补充液 其实这就是蒸流水 虽然有添加了微量硫酸 但对身体没有大碍 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电池补充液可以饮用 那么商店一定可以找到 这样就可以暂时解决饮水问题 但如果想活下来 除了食物 还有就是如何保温 但冷冷离开了城市 温暖的家后 面临的就是如何在户外过夜 没有站棚的话 最主要就是要做好保温 碰到大风雨的话 就更加要做好准备 接下来就是食物问题 电影中他们拿了很多猫罐头吃 并且他们发现猫粮没有想象中的好吃 其实我也尝过猫罐头 很多都很咸 当然商家不用顾忌口味 只要放一些香料成功吸引猫咪食用就好 在淡尽凉绝之际 电影中的父亲看到了一头猪 便门发了抓捕猪的念头 于是他们全家人动员起来 在与猪的一番搏斗之后 终于得手 虽然成功杀死了猪 但是这些城市人并不知道 接下来要如何处理 现在的城市人很少亲自处理动物尸体 所以刚开始一定都不知如何下手 还好他们遇到了这里的农场主 在与农场主合力之下 才完成了猪肉的处理 由于没有电 所以不可以冷藏 要把食物风干腌制储存 也有人会找一些类似蒲公英的野菜 做成菜肝食用 说到这里 我忽然想到前段时间看到了一则新闻 就是中国的一篇论文 熟鸡蛋变成生鸡蛋 孵化厨鸡的实验报告 这个报告发表在中国写真地理期刊 写真地理宣称对文章进行了严格的审核后发表的 内容是一群有特异能力的学生 用意念将煮熟的鸡蛋变回了生鸡蛋 并且将鸡蛋孵化成厨鸡 论文中宣称他们已经成功孵化了40枚鸡蛋了 除了鸡蛋 煮熟的绿豆也可以反生发芽 而且还可以用意念与他们进行对话 知道绿豆的性别 这样的论文联名作者竟然是 郑州市春林职业培训学校校长 第二作者是河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总流科主任医师 第三作者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党政办教授 看到这篇神奇的论文 作者竟然大有来头 那是不是耶稣复活也算不上神迹了呢 如果这篇论文说的是真的 在没有电的世界恐怕都派得上用途 把一些坏来的食物用意念复活 简直太方便了吧 不知道已经喝完的水 是不是也可以用意念变回来呢 在电影中 有两家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们同样经历困境 但是主角家有如三家之犬般狼狈 而在途中遇到了一家 就嘻嘻哈哈好像在享受自己人生的假期 大家遇到同样的灾难时 不同的心态就影响到你看到的事情 而主角家看到的是这次停电带来的种种不便 食物短缺 水源不够 要骑脚踏车去1383公里外的公共家 但是他们忘记了 自己比起其他人来说算是幸运多了 他们一开始由于他母亲存下了应急的私房钱 所以他们比一般人更充裕 买下了脚踏车 水与食物 很多人就算是有钱人 用劳力士与汽车都换不到任何食物 他们还在欢飞的大阪市找到了超商 取得了大量的电池补充液与猫罐头 比那些要靠偷水为应要充奶粉的一家要好太多了 可是由于自尊心 他们看到路边欢乐的一家时 父亲立即想把猫罐头的标签撕掉 怕被别人看不起 但那家人其实吃野菜 山水 与虫子为生的 虽然比不上主角一家 但他们明显比他们快乐很多 有说有笑 没有逃难的疲惫感 反而有些交友的感觉 他们会欣赏大自然的美景 会对人生抱有希望 就算知道他们要去的目标也可能没电 也不会失落 而是说出 难得这样一次应该好好享受一下的话 而主角一家就只会相互抱怨 令彼此大吵一架 遇到突变时你的心态是怎样 就会看到怎样的事情 不幸的事已经发生 但是自己的心情是可以自己掌控的 是选择快乐的享受过程 体验苦中美好的一面 还是纠结埋怨种种的不满 活在痛苦之中都是自己的选择 最后经历了许多 他们终于遇上不用电的蒸汽火车经过 这时母亲把仪式的假发还给了父亲 但父亲却把假发扔出了窗外 假发就象征着主角家父亲的面子与自尊 而经历了这时之后 他终于放下这些自尊 与一家人一同开怀大笑 开始懂得了生活的意义所在 今天就先到这里啦 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分享 还没订阅的朋友 记得按订阅 然后开始打们的小铃铛 那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